能夠令眾生歡喜者,則令諸佛歡喜 這是普賢《恨願品》裡面講的 眾生他現在對我生氣,他能夠消氣的話也沒關係 我就讓他消消氣,有理無理都不管 反正他現在能夠消氣就讓他消氣 我只是耳朵踢踢聲音,他打我我稍微跑一下 不要讓他打到這樣就好了 他能夠消氣,消氣以後他高興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能夠讓眾生因為這樣而歡喜 因為這樣而高興的話也沒關係 能夠讓他高興就好了嗎 這個也是這樣的觀察思維以後 就能夠忍,我不會對眾生起撐 這是第14個 第15個 要常常想到 一切眾生他既然有這個身體 他有這個身體,他就要受到 老苦,病苦,死苦 他很苦惱的 他都已經受那麼多苦了 我如果再對他言語跟他稱會 不能忍的話 稱會,罵他,打他 他已經老病死,這麼苦了 我還對他這樣忍 不是增加他的痛苦嗎 那我菩薩不能讓眾生 離苦得樂還增加他的苦惱 那這樣我必須要把他忍下來 我必須要讓眾生離苦得樂 所以不要再增加他的苦 這是第15個 第16個 那如果稱而不忍的話 我以後會多樂二道 但看到現在的因 如果是稱會不忍 那以後多樂二道的果 那多樂二道很慘了 一念稱心起,火燒功德靈 我們舉例舉到那個人 有禪定的人 他一念稱心起 他雖然 恢復禪定,恢復神通 到天上去享樂 下來還是做 他的願望裡面 要殺害眾生的那個 非禮啊 殺害無量眾生,以後下第一去的 你看 稱心不忍,墮樂二道 那個以後到第一去 受無量無備的苦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要思考 第17個 這個稱心一定要控制他 稱心控制他的第一個 是要能夠忍 能夠忍以後 忍以後才能夠培養慈悲性 那稱心如果不能忍的話 這個稱,你一次的稱 兩次的稱 一次的發脾氣 兩次發脾氣 三次發脾氣 以後就漸漸習慣以稱心發脾氣 甚至打架殺害別人 這個很容易嘛 我們其實可以平常生活裡面 就這樣去思考觀察看看 你看我們在吃東西 當我們在吃香蕉的時候 好吃喔 多吃一口 好吃喔多吃一口 是不是越吃越多 好 當我們在吃流連的時候 好吃多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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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不夠咧 特地叫人家送來 貪愛的也是喜氣啊 稱謂也是喜氣啊 你看有的人他年輕的時候 家庭裡面沒有人在教 所以很容易發脾氣 對朋友發脾氣 對父母親也發脾氣 對兄弟姐妹也發脾氣 到結婚的時候 對太太丈夫發脾氣 有孩子以後 對孩子發脾氣 到處發脾氣 控制不了 到老的時候 那個精神狀態很差 控制力也越來越差了 動不動就發脾氣 所以稱喜一培養出來以後 你知道那個後果嗎 就像阿涵經裡面所說的 居生、比丘啊 他們有一群人 在吵吵鬧鬧的時候 然後拆整兩群人 那他們這樣在刀棍相加 撐到這種嚴重 佛陀去勸話他們 他們聽佛陀說法 以後還跟佛陀講說 世尊啊你不要擔心我們 我們的事情 我們自己料理 佛陀勸了也不聽 佛陀只好走了 走了以後佛陀去見阿那立尊者 他們三個和和共修 又去修慈悲喜者 室無量心的上人法 都正阿羅漢 佛陀讚歎這個有修忍入慈悲的 阿那立尊、禁壁羅跟難底尊者 那這些巨生比丘他們 稱喜太重了 平常就吵架吵習慣了 所以我們菩薩行者如果觀到這一點 稱心不能放縱他 你一放縱他 他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稱火會燒 到處燒 我們以前在講到認清自己裡面講到 這個煩惱 隨免煩惱 他的一種狀況就是 有二隨症 一個稱來講 我對你稱 沒有控制住的話 我會對這個稱 對這個境界 隨著境界越來越稱 對一個稱 對境界所有境界都稱 那對境界稱 以後會增長自己內心的稱火 就煩惱症、境界爭 叫做二隨症 那菩薩就是要能夠觀察到這一些 所以菩薩要能夠很清楚了解自己 這煩惱不可以讓它發生 要能夠忍 這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到時候佛都沒辦法勸我們 好,第十八個 如果能夠忍的人 他的慈悲才修得下去 那有慈悲 佛道才會成就 因為我們講 如來以大慈悲為例 所以慈悲是佛道的根本 好,那慈悲的之前就是要能夠忍入 那菩薩他知道我以後要成佛 我一定要慈悲 那為了維護 讓我的慈悲能夠圓滿 所以我現在忍入 要能夠忍得很親近 好,那能夠忍 我的心就柔軟 我要修事物量心我就修得成 我要修禪定我才能夠成就 所以要能夠忍 對這個眾生我要能夠忍了 我不會生氣 第十九 的藥方 要想看看 好,你在世間裡面 我要做 讓別人稱讚的人 還是讓別人看不起的人 你的答案一定很簡單 我要做讓人家稱讚的人 我不要讓別人看不起的人 我跟你講答案 他還要有因緣說 不是只有這麼簡單 季節化的回答 這個答案裡面 你要先確定一個關鍵 你是要給誰稱讚 給誰看不起 你要先把這個答案區隔出來 好,現在就跟你講 我們如果被人家罵的時候 被人家欺負的時候 如果我們忍下來 社會上一般人會看不起你還是稱讚你 我們講社會上一般人叫做小人 小人會看得起你還是看不起你 你能夠忍入的人 小人是看不起你的 為什麼 他們覺得 你不是男子和大丈夫嗎 懦夫 任人家欺負宰哥 你有種你就跟他打打殺殺 小人都是這種心態嗎 但是聖人 佛菩薩阿羅萬們 他們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他們說 你能夠忍入的人 你是一個有大力氣的人 所以佛菩薩他們會稱讚你在忍入 你的力量很大 你內在的力量很大 你不用用外在這些惡行惡狀來 要加害別人 有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要讓聖人來稱讚我們 而不要讓小人來稱讚我們 如果我們不能忍的話 我們打到殺殺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小人會很稱讚你 說你很有男子和氣概 你可以勝過別人 但是小人的稱讚沒有用 你會越來越慘 他越稱讚你 你就越來越糟糕 那如果是佛菩薩 佛菩薩看到你這樣生氣 不忍耐 那佛菩薩會 這個眾生 以後輪回去了 所以佛菩薩就會感嘆 阿羅萬們也會覺得 你這樣沒有控制自己的煩惱脾氣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很可惜 所以我們要讓聖人 來稱讚我們 而不要讓小人來稱讚我們 我們要讓小人來看不起我們 而不要讓聖人看不起我們 所以我們要忍而慈悲 能夠忍慈悲不生氣的人 聖人就會看得起我們 就會稱讚我們 如果不能忍而放縱自己的稱喜了 要跟人家吵吵鬧鬧打打殺殺的 那小人就會跟你歡喜 你看這個世界裡面是顛倒的 我們做菩薩我們不顛倒 我們看清楚這個 以後我們知道怎麼去走 這是第21個 22個 我們想說當醫生的 是不是只負責醫病人的病 那病人如果在那邊吵吵鬧鬧 醫生會不會對這個病人生氣 不會嗎 醫生知道病人是身體的苦 所以他在那邊煩 所以他可能會吵吵鬧鬧 所以醫生不會對病人生氣 醫生只負責把他的病醫好這樣而已嗎 那另外如果有一個人被鬼附身的話 這個趕鬼的法師看到這個被鬼附身的人 在那邊做種種的鬼外 這個法師要不要對這個病人 對這個被鬼附身的人生氣 不會 他只負責把他的附身的鬼趕走這樣就好了 所以 從這個道理來講 菩薩他看到眾生 都是被煩惱鬼 站住他的心 所以這個眾生在煩惱鬼在撐鬼 來站住他的心 在起撐的時候 在用很多惡行惡狀 對菩薩的時候 菩薩要不要對他生氣 菩薩不對他生氣 這時候的菩薩是看到眾生的這個煩惱的心鬼 站住了他的心以後 想辦法來治療他的煩惱病 讓他心中無病 所以菩薩是這樣思考的 所以菩薩面對這種眾生 他就是能夠忍 而且能夠不生氣之外 又能夠慈悲這個眾生 我要怎麼樣去 去處理他心中的這個煩惱生活 幫他趕煩惱鬼 這才是菩薩要做的事情 我們這個是可以平常利用的 我們這個是可以平常利用的 那23 要方 菩薩看待眾生 就好像我們父母親在看待孩子一樣 你看孩子在1、2歲 3、5歲 他如果今天來到我們法會的會場 在這個地方亂跑 你會不會生氣 你不會生氣 那如果孩子7、8歲 再大一點 你還是不會生氣 你只是叫他做好而已 那一切眾生對菩薩來講 都是算小孩 是無知的 那菩薩他是發願要救度眾生 菩薩已經是發大心了 所以菩薩是大人 所以這種大人的菩薩 看待一切眾生就像看待小孩 所以小孩的無理取鬧 小孩的無知 做一些不雅的動作 做一些亂七八糟的行為 菩薩要不要對眾生 對這些小孩起撐 父母親要不要對小孩起撐 不要了 菩薩要不要對這些小孩 對這些眾生生氣 沒有 所以菩薩觀待眾生 如觀待小孩 看到他們的無知 而悲悯他們 原諒他們 這是菩薩的第23個方法 第24個 想看看我自己就是像菩薩一樣 那菩薩應該悲悯一切眾生 眾生來對我生氣 我要安穩他 我的心要想辦法再安穩他 安穩心對一切眾生 我不應該讓他不安穩 而更讓他生氣 菩薩這樣的思維之下 心裡面不會生氣 我應該安穩他 我不應該對他生氣加害他 因為想到自己是菩薩 所以這是第25個 第25個 想看如果我不自己忍入的話 我自己下地獄就受苦 不忍起撐下地獄受苦 我還能夠當菩薩 還能夠救度眾生嗎 沒辦法 那沒辦法 在人間天上救度眾生 我先下地獄 還等著被地藏菩薩救 還等著被諸佛菩薩救的 眾生還能夠當菩薩嗎 當然不行 所以要忍 對不對 好 第26個 我們想看看在現實生活裡面 我們如果外面是下雨天 外面在下雨的時候 你會不會 對那個雨起撐 會不會生氣 當然不會對下雨起撐 生氣 頂多被他淋一些雨而已 我們趕快找地方躲雨 或者拿個傘去擋雨而已 我們如果還對雨水生氣的話 我們真的是很愚痴 我們真的是很愚痴 連對雨水下雨的雨都還會起撐 那我們真的很愚痴 這種撐洗就太重了 那菩薩想到 一切眾生他對我們 手打刀棍言語的刺 就是這個就好像下雨來 我們要做這種觀想 這種下雨來集合在我身上來的 這種狀況之下 它就像下雨 那對這些我都不要起撐 不要把它看成是什麼回事 它只是像下雨而已 聲音也是像雨滴嘟滴嘟來嘛 那可能有手打刀棍來 這時候怎麼辦 去拿把傘來 或者說趕快找個騎斗 地方躲雨這樣就好了 不要對這個雨期撐 我們自己知道自己怎麼進退 這樣就好了 菩薩要做這種觀想做這種連結 第27的要方是什麼 我們看待一切眾生 你要看它的正式像 我們在埔里那邊有一個牛棉社區 那個社區 牛棉社區就是牛 睡覺的地方叫牛棉 那邊要進去那個社區有一隻牛 它是用泥土所做出來的 它的整個外型都是像牛 但是它的材質是牛 是那個水泥所塑造的 塑造在路邊 那有一次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跟其他人講 那是什麼 那旁邊的人就講 那是一頭牛 我說是牛嗎 那個人一聽才知道原來它錯了 那是一個石頭 一塊水泥 一堆的水泥它不是牛 對不對 石雕的牛它還是牛嗎 不是嗎 石雕的牛不是牛 石雕的牛是石 石頭而已 所以你了解到這一點你會發現 非常非常的 佛法很可貴 那 從那個地方你就知道 不要把石雕的牛當成牛 要知道它是石頭的本質 同樣的我們面對人家在罵我害我打我的時候 菩薩要這樣觀 對方它是什麼 對方這個身體只是四大甲合 還有吃所謂吃五穀米飯菜 這些吃進去的一個身體 喝水的一個身體呼吸的一個狀況 還有體溫的狀況 地大水大火大風大這種形成的一個和和的這種狀況 它只是這樣狀況 它透過這個東西出個聲音 好像放音機一樣 好像一個石雕的人 那會舞動的一個機器 這樣對著我怒吼 對著我生氣 那事實上有沒有真的有一個人對著我生氣 沒有 它只是這樣的一個動作一個聲音 一個形狀而已 那這樣我要不要對這種像 那個石雕的牛石雕的人 而生氣 對一個機器人生氣 你會不會對一個電視機生氣 不會嘛 所以當對這樣做官的時候 好像沒什麼好生氣 我靜靜的看著他 好像他就在演一齣戲一樣 對戲中的人物我不生氣了 戲中的人在苦在熱 我也不用跟著他苦熱 戲中的人在罵人 你知道那只是戲中在演而已 所以這個人在我面前演一些戲給我看 我也沒什麼好苦惱 沒什麼好生氣了 這時候心中要不要忍 自然就忍了嘛 要不要撐 不會撐 那這是第27個 第28個 就是菩薩知道 我這個僧人如果能夠觀成的話 我能夠修成的話 我就能夠進入到下一個法人 那僧人觀成 進入到下一個法人 以後就可以得到無聖法人 那僧人成就法人 法人成就無聖法人的時候 就可以脫離三界 能夠不再受到魔王的控制 的束縛 你看 這樣的一個整個理路 28個要方 我們這樣思考好以後 我們要不要忍 我們會忍啊 忍而不撐啊 那這樣又能夠意念著自己是 菩薩行者 能夠對一切眾生 能夠保持慈悲心 忍而不撐 又能夠保持慈悲心 那你又靜靜觀待眾生 你每一個要方拿出來用 就會發現 非常非常受益的 那心中能夠忍而不撐 又能夠慈悲眾生 那我們的講話會不會 是硬邦邦的 跟人家對立 不會啊 而且會柔軟 會讓對方起歡喜心 那一回生兩回熟 我們這樣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菩薩這樣在觀 我們心不動了 對這個人 我們就讓他慢慢 他覺得以後就會熄滅他的煩惱 在帝室裡面 在天上啊 有那個稱會鬼來擾亂天公 那帝室的那些天兵天將 本來要跟這個鬼 在理論在吵架 鬼就越來越好看 大家生氣他就好看 這時候帝室知道這件事情來 看到他坐在這帝室的寶座 就跟他好理相談 你我是帝室啊 你是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們大家對你不好跟你道歉啊 對他羞恥心 這個鬼就越來越醜陋 帝室越來越莊嚴 那個鬼就跑掉了 我們是不是要像帝室做菩薩一樣 也能夠對一切眾生忍而不撐 甚至起慈悲心 那這樣 所以一切外緣通通會變成善緣 惡緣通通跑掉 所以讓我們菩薩能夠對稱會苦惱的眾生 我們都一樣保著慈悲忍而不撐 那 讓我們28個藥方哪哪好好運用 阿彌陀佛 好 菩薩在修人路破頭蜜的時候 是從甘惠帝到姓帝到八人帝 那在甘惠帝以後進入到姓帝 這時候從僧忍修到法忍 那僧忍法忍成就以後 就是無僧法忍的八人帝啊 那所以我們已經講過 對於僧忍裡面有兩種 一個是對於恭敬供養的眾生 是能夠忍而不貪愛 對於稱謂怒罵的眾生 是能夠忍而不撐他 這時候我們菩薩就會得到無量的福德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很多罪過 很多罪障我們就會能夠去除掉 而會得到很多福德成就我們菩薩道 那再來我們就要進入到法忍的部分 那法忍的部分有兩大類 一個是內心的法忍 內心裡面我們會有淫怒痴血見懷疑交慢 這是屬於法忍的部分裡面的內心的法 內心的心法 那內心心法我們通常也跟他 剛才講的那些我們跟他分解成兩類 一個是貪欲還有交慢的這種心所 一種是稱慧邪見懷疑的這種心所 這兩類 那另外是一個屬於不是心法的 它不是屬於內心生起的 它是屬於透過外在的因緣感應 而有這種感覺是苦的境界 那這種苦的境界我們就像飢餓 這個不是內心生起的 它是透過飢餓而生起的苦 或者是口渴而生起的苦 那這個都是要忍的 那對於外在來講是透過冷、熱 那下雨打雷這些都要能夠忍 這是菩薩裡面法忍的部分 它這個時候不是忍眾生 它是忍這個法 要能夠看到這些法的真實相 而且要思維它的因果關係 這個才能夠忍下來 那這個時候是用智慧了 這是生起的是無量的智慧 增長無量無變的功德 所以要能夠在這個時候忍這些的 這是對於內的六根是不染著的 不染著內的六根眼耳鼻舌生意 對外也不止取外面的色聲相位處罰 也許讚嘆的聲音 也許怒罵的聲音 現在不是指人 是指這些色聲相位處罰 對於外六層不止取 對於內六根不染著 那又能夠關到內外不易不易 內空外空內外空 為什麼 因為六根外面才叫六層 因為六層才叫做六根 所以離開這個六根沒有六層 所以六根也空六層也空 所以內空外空內外空 那對於外來講 如果站在他的立場 他是內 站在這個對他來講 變成是外 那站在這邊的立場 這是內 站在那邊的立場那是外 所以到底這是內還是外 這是非內非外 無內無外 對於那邊來講 他也是非內非外 無內無外 他是因緣所生的內 因緣所生的外 所以內也空外也空 無一法可得 皆空 如漢如化的限起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知取一切法 所以 現在所生起的這些法 能夠忍 那這樣忍之所以是用智慧去觀照 深深的觀察的時候 會發現智慧就在這個地方 無量無邊的升起 所以你看無聲法忍的菩薩 在生忍後進入法忍 到無聲法忍的時候 是不是福慧通通俱足 所以平常我們講的 什麼叫無聲法忍 要先講生忍跟法忍 那也就是講要先福德基聚 再生體智慧 得這種法忍 那才得到福慧聚足的無聲法忍 當然也不是說生忍的時候沒有法忍 也不是說法忍的時候沒有生忍 但是是生忍先 法忍後 這是一個次第性的一個說法 那對於法忍裡面忍著外面的境界 忍著外面境界這些 要怎麼去觀察 這裡面有十個法 我們必須要去觀察的 也就是對於我們周圍 比如說我們這個台灣到底好不好住 台灣的四季的氣候又冷又熱 海島群又濕 這個要能夠忍 要怎麼觀察 才能夠忍得下來 那對於一般人來講 我們只是說 啊 忍嘛 反正 生來這裡就生於濕長於濕 反正就是忍耐就好了 這種忍不是真正忍 這沒有正思維的時候 這種忍是 只是盲目的忍 菩薩在這個地方的人 要能夠真正的深刻的思維觀察 你想看看 第一個 風寒冷熱 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 我不能忍的話 這時候就起煩惱 會抱怨連連 甚至會昇天罵地 這樣的情況之下 起這些心所 是不是以後會兜了惡道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對誰發脾氣都沒有 但是這種心所 在這邊做這種事情 罵這種話 沒有罵到任何一個人 他都是無情的風雨嗎 太陽 熱天氣嗎 但是你一觸到其他的遠的時候 你還就會發脾氣 所以不能忍的時候 對無情不能忍 對友情你也控制不了的 所以對這些要能夠修忍 要讓這些 會讓我們受苦的因緣 我們要忍耐 所以 外在的寒熱能 風雨 會生起的煩惱心手 我們要能夠忍 那第二個 我們從這個地方 如果不忍的話 他會生起惡心 到時候會障礙我們的忍入波羅蜜 障礙生起犯戒的狀因緣 障礙以後修禪定 得波羅波羅蜜的因緣 都會有一種障礙 那能夠忍下來 這時候再用智慧去觀照 那這樣 就能夠跨過這個門檻 而能夠超越 那這樣的忍 是非常殊勝 非常功德的 所以這是第二個 要能夠想到 會因為這樣而生起惡心 而障礙我們菩薩道 不行 要能夠忍 第三個 我們一開始講 為什麼我們會生在這個世間 是因為我們業力感應來的 那有人生在馬來西亞 有人生在新加坡 有人生在伊朗 有人生在伊拉克 有人生在非洲 有人生在北極 有人生在南極 有的生在美國 有的生在大陸 各個人所生的地方 各個人所遭受到的 外在的環境的變化都不同 為什麼這樣 因為各個人的宿宿的業不一樣 那我如果生在這種比較 風不調雨不順 國不泰民不安的地方 那這是我的宿業所感應 所以生在這種地方 怪不得別人 所以我應當忍 只能怪自己 怪自己不是這樣 是應該要忍而已 第四個 要思維 既然會生在這種不親近的國度 不親近的這種國度 有山崩 有土石流 有地震 有風 颱風 那有這麼多不好的狀況 那以後 要成佛的時候 我以後的國度裡面 是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沒有地震 沒有颱風 沒有土石流 沒有山崩 通通是好的 就像極樂世界一樣 然後就發這個怨 這時候會不會忍 會嗎 要忍 忍而發怨 有沒有人說 不忍而發怨 那不可能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了解以後 好那我們就能夠在現狀我們接受它 但是我們發怨以後要成就一個親近的國度 第六個 想著這個環境周圍的環境 連阿羅漢 連來到這邊的菩薩們 他們都要面對 力衰毀育 趁機苦樂 這世間的八種狀況 他們都要面對這種狀況 他們的福德智慧都這麼圓滿 他們都要面對力衰毀育 趁機悔樂 這世間的八風 那何況是我這種凡夫 我這種凡夫 夜中的凡夫 當然也會面對這種情形 他們都能夠忍 我怎麼還會不忍呢 所以這個時候的菩薩心就忍下來 所以我們這種菩薩這樣思維 會不會怪外面 所以古代小說裡面寫的 水塘演藝裡面講說 當時水塘裡面的第一高手 李世民的弟弟 他是當時最高手 就看著天空在打雷 那個人稱心很重 看著天空打雷 他想說自己是天下第一高手 就把兩個鐵錘 他用那兩個鐵錘在打人了 把兩個鐵錘往天空這樣一丟 兩個一起一丟上去 所以本來天空的打雷沒有打死他 他現在兩個鐵錘丟上去 換他的兩個鐵錘打下去以後 爆出那個雷電 換他打死他自己 別人打不死他 只有他自己會打死自己 所以不忍的狀況你看多可怕 小說雖然這樣寫 但是是在提醒我們 越勇的人 都敗在自己的不忍之下 不忍其撐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看到外境的不好 不要怪別人 怪自己的業力 那趁著這個 外在的國度不親近之下 我們能夠發願 能夠成就 阿尼多爾三百三浦底 以後的親近國度 那第六個 想著我們人的身體 都不免有種種的這些苦惱 你既然有這個身體 你一定會感應外在的這些 冷熱、寒、風雨 種種這些災難 那身體也一定會經過這些 種種的苦惱 有身體一定會飢餓 有身體一定會口渴 有身體一定會種種的不舒服 流汗 都會有 不要怪別人 不要怪環境 怪自己 所以這個時候要忍耐下來 菩薩就這樣忍 那想著天上的天人 你跟他推論 天人他到最後還是 命中的時候還是墮落 所以天樂也不可樂 所以也要能夠忍 第七個 既然有這個四大所成就的身體 有地大、水大、火大、風大 有四大所成就的一定都是苦的 那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 富貴的人他有什麼苦 富貴的人至少他想保護他的財產 保護他的名利、權位 他保護的時候叫做守護不畏苦 怕人家來搶他的財富、名利、地位、家人 他的生命槍殺他 所以他有守護不畏苦 富貴人家是這樣 那貧窮人 貧窮人有飢寒、交加苦 尤其這個時代你看 大家用信用卡、現金卡到處花 所以你會有什麼苦 債主追破苦 所以像這種其實就是問題 我們了解到這一些的時候 你會發現 眾生都不知苦 所以貧窮人如果家庭裡面 我們古代講的貧賤、夫妻、百事、哀 不苦嗎?苦啊 要不要忍?要忍啊 菩薩要能夠忍 那如果是出家人呢? 出家人有沒有苦? 出家人有苦 出家人現在是在修的時候 他看到今世的苦忍下來 那還是得到快樂 甚至斷煩惱 得到內盤熱 但是還是在修行的過程裡面 還是苦的啊 調補自己的內心煩惱 還要處理身體的種種苦啊 要打個做很辛苦的 打做這個腰痠腿麻 坐在那邊不能動 內心躁動的很 這不苦嗎? 還是會苦啊 出家人還是有這些苦 那在家人呢? 在家人呢? 在家人現世裡面追求快樂 享受武藝之樂 對不對? 有錢不花太可惜 享受現世之樂 但是來世呢? 來世就苦得很啊 沒有布施慈戒 來世三二道苦 這是一般在家人嘛 對不對? 那愚痴的人呢? 愚痴的人 想辦法讓金氏能夠快樂 他不管來世的 也許用偷用搶 搶人家的錢財 搶人家的丈夫 搶人家的女孩 搶人家的太太 然後一發脾氣 傷害別人 腦害眾生 這樣苦不苦? 現世裡面好像他很快樂 來世就苦得不得了 下地獄去 愚痴的人做這種事情 那有智慧的人呢? 有智慧的聖人們 他們在觀 身不盡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在觀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五運身心都是苦的 那聖人 智者他們來世 可能不輪迴 如果還有輪迴的話 他也是接近解脫 但是他畢竟有這個身 就一定有這些苦 那在修行裡面 有人來怒罵 侮辱人 那還是苦嗎? 所以當了解這個東西的之下 我們可以觀察到 有這個身體 就一定有遭受到 種種這種無量無邊的苦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這些苦裡面 先忍 忍而不是硬忍 應忍以後沒有用 忍到最後身體生病 心裡面煩惱 那還不是墮落 所以有的人 他結婚了以後 他還是苦 他應忍 應忍到生病 得癌症 那怎麼辦? 要能夠觀 像這樣的觀法 對生忍對法忍這樣觀法 他的心境就轉過去了 而且他知道何去何從 那在這些第八個種種的苦當中 求他的樂 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修行得到內盤樂、菩提樂 但是苦中要得樂是不可能的 有的人說苦中作樂 那還有點道理 那把心境調一調 但是畢竟還是有生苦 這是沒辦法避免的 有沒有人說 我在生病的時候 病得很嚴重 癌症快死了 求佛菩薩讓我不會死 能夠病都好起來 求這個沒有用 要求心沒有苦 不要求生沒有苦 身體一定有生老病死 要求心沒有苦 沒有煩惱的苦 這是我們佛弟子要常常記得 要不然你念佛誦經 到最後還是生病 你以為我念佛誦經就不會生病 希望能夠病苦少一點 而不是說都沒有病 希望沒有什麼障礙 但是我自己要能夠了解 生老病死 有生就會有這些生老病死 這時候就能夠看破一些放下一切 就能夠忍 好那第九個要思考 我們在過去生裡面 一定是不太為了法而人苦 都是為了追求無欲之樂 而人苦 我們過去裡面都是這樣做 所以現世裡面 我們應當是為了法而追求人苦 而不要為了無欲之樂 而去要一點民 為了一點利 為了財為了色 而去忍耐那些苦 那這樣的人苦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所以這一生裡面我要下一點功夫 做菩薩來忍苦 那第四個菩薩他的 要想到我自己是發大心 要成佛度眾生 所以度眾生裡面 既然是夜報生菩薩 一定就有種種這些苦會逼迫 那這些苦能夠忍過去 才能夠成就 那這些苦也讓我提醒 阿比地獄 十方世界的眾生 他們在受無量無邊的苦的時候 那個是沒完沒了太苦了 那我能夠忍受這些苦 我才能夠體會到眾生受的苦多嚴重 也能夠幫助我能夠體會眾生受苦 能夠救度眾生離苦得樂 這個時候心念轉為慈悲 從苦體會眾生苦 對不對 菩薩想到自己的大心本願 能夠意念眾生的苦 所以菩薩多觀眾生苦 掌養慈悲心 這樣之下菩薩的忍就把它忍下來 這是菩薩在十個 生忍裡面的外在忍的這種忍的觀法 那內心的人呢 內心的人 這個有很多二十幾個觀法 那這二十幾個觀法裡面我們來看看 如果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我如果不能忍的時候 發脾氣 隨著我們的貪嗔痴 慢疑邪見 隨著這些心所而獻起這種煩惱像的話 那這個跟什麼一樣 跟凡乎眾生一樣 那如果能夠看到這些煩惱的過患 我把它斷了煩惱 那跟僧文阿羅漢跟屁之火是一樣的 那這樣還能夠利益眾生嗎 也不行 所以菩薩他一方面要能夠不起煩惱 一方面要能夠不斷煩惱 這一件事情好像有點奇怪對不對 但是這個就是菩薩的殊勝跟可貴 在還沒有得無聲法忍 還沒有聚主實地 還沒有得一切佛法 還沒有得薩婆惹 還沒有入諸法實相的時候 這個菩薩他是不斷煩惱 但是他又忍著煩惱不升起來 所以他的內心乏忍有二十幾個方法來幫助他 這個就是他可貴 好 那我們了解到這個以後 我們來看看菩薩他要怎麼思考 剛才那是第一個思考 所以他要忍著煩惱不升 又不斷煩惱這第一個 如果不忍的話就像煩惱 那如果斷煩惱就像僧文匹之佛 那這個時候都不是菩薩 所以要能夠忍而讓煩惱不升 第二個我能夠先得忍的功力的時候 我以後智慧的功德就會升起來 那現在能夠忍以後能夠漸漸的到七地的時候 得無聲法忍 這時候無聲法忍得了以後 也無聲智也能夠升級 這個才會斷煩惱 這是第二個 那所以菩薩他平常他是好像穿著人路的盔甲 帶著修禪定 禪定的那個盾 拿著智慧劍 那有凡腦來擋一下擋一下 是這樣的 把煩惱的鍵卡卡卡卡卡卡卡這樣擋住 那第三個菩薩要思維 斷煩惱的過患 本來斷煩惱在僧文阿羅漢是最急迫的 但是在菩薩裡面 他思維過患在哪裡 我斷煩惱我就正阿托煩 就不再輪迴 不再輪迴不再生死當中 我就沒有忍的力量 那我還能夠得無聲法忍 還能夠去十方世界 進佛國土成就眾生 還會成佛嗎 不會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菩薩他要用法去觀 觀空 觀眾生空 觀法空 這樣去要去觀 那一方面在這樣的觀之下 一方面要對眾生起大慈悲心 所以菩薩意念著對眾生的大悲心 而且觀一切法空如漢如化 所以這個時候不斷煩惱 同時也讓煩惱忍而不生 所以叫做先得忍力 後得自得 那也思維斷煩惱的過患 好第四個 常常觀一切法都是無常苦空無我 對一切法無常苦空無我 這個時候忍著 不貪愛一切法 好這個什麼意思 我們如果面對所有的境界 我們都能夠這樣忍 沒有貪沒有撐沒有吃沒有染灼 有讚嘆的聲音也不染 有毀謗的聲音也不撐 那一切的境界冷熱也都能關到他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 一為是假眉一是忠道義 如喊如化而已嗎 那這樣之下 這個 我們的心裡面不會 力量忍功就越來越強 忍力越來越強 那又對於境界 又不會貪在染灼 能不能想像 這個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一個比喻 一個故事來說明 有一個大臣 他是很有聰明很有智慧的 那他的國王 有一次就出一個題目給他做 你去給我找一隻 沒有肥肉的胖羊子 胖羊 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肥肉 他又胖了 羊 有這種嗎 這個大臣是聰明有智慧的 他就在家裡面養一隻羊 然後 這隻羊 當他養在牢籠裡面 天天拿東西 好吃的東西給他吃 但是外面有三隻狼 每天在跟他嚇他 經過一個月以後 這隻羊 他 不是瘦的羊 是肥的羊 很胖的羊 但是他又沒有肥肉 過一個月以後 這隻羊前去見國王 國王很高興 他說你怎麼做得到 大臣就告訴他這個方法 國王就很稱讚這個大臣 很有智慧 大臣為什麼知道 大臣他有學佛嗎 他知道嗎 我們眾生 如果我們忘了三隻狼 代表老病死 老病死這三個 無常的老病死 好像狼一樣 在隨時要抓我們 那我們就好像那隻羊 我們如果能夠趕快培養功德 進來我們不會染著在這個功德上面 我們培養功德 但是不染著功德 那常常想到有老病死這個無常的狼 在咬我 那這時候會不會浪費掉我們的功德 不會 會不會讓他放逸掉也不會 大臣是這樣觀的 我們做菩薩也可以這樣觀 我們不要放逸 我們要能夠忍 吃進去的東西 我們不是貪愛享受它 這是第七 這是菩薩的觀 第四個觀 無常苦工無我 忍而不貪 忍而不著 第五個 菩薩他從生忍以後 布施波羅蜜 持戒波羅蜜 到忍入波羅蜜裡面 生忍以後 他的福德很大 他都一直在培養自己的善心所 這時候菩薩的心所 非常的福 心非常調柔 這個時候修忍就很容易 福報大 煩惱少忍入就容易修 第六個 菩薩會用智慧去觀察 煩惱的過患 忍入的功德 煩惱一起來 貪嗔之煩惱一起來 那就障礙住我們的菩薩道 那忍入了以後 這個忍入法一生起來 這個以後後面的禪定就生得起來 智慧波羅蜜 就能夠圓滿成就 能夠得到十項法 所以願意去修 第七個 菩薩都會用正思維 因為沒有斷煩惱 所以菩薩是用正思維這樣在觀察 觀察這一切法的時候 所以菩薩正思維 我空法空 六根空 六層也空 內空外空內外空 所以當這樣觀察這些空法的時候 又能夠保持那一份對眾生的慈悲心 所以菩薩這個時候心不會受到動搖 他能夠忍 他又看到不可以斷煩惱 一斷煩惱就是二聖阿羅漢 屁之佛 所以這個時候不會受影響 能夠這樣正思維 第八個 菩薩的心雖然能夠斷煩惱 但是 他的智慧雖然能夠斷煩惱 但是他不用智慧斷煩惱 他用忍 忍而不斷煩惱 那智慧力雖然很強 但是忍的力量更強 所以不會隨著煩惱而拖著走 那為了眾生 還在這個世間裡面 這樣子 生死度化眾生 因為還是夜報生菩薩 這是忍而不入內盤 第九個 菩薩他就是把這個內心的煩惱 控制住 抓得住 好像說 有一個結 把他關在籠子裡面 但是 放在那邊 常常提醒我 我就是要修 要不然讓這個結跑出來 那這個結會來抓住我 會搖死我 那如果在我們中國的古書裡面 叫做國無外患國恆亡 那用這個有賊 來提醒說我要修忍 那要正無聲法忍 用這個 有這個賊 有這個煩惱 也想到眾生都在被煩惱控制 所以又能夠自己能夠忍 又能夠為救眾生 從煩惱裡面解脫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的忍 是一樣的這個功德存在了 所以這個菩薩的忍功 就非常的堅固 這是第九個 那菩薩又能夠看到 諸法實相裡面 對煩惱不是用害怕的 對內盤也不是用貪愛的 所以菩薩 不怕煩惱不愛內盤 菩薩看到煩惱跟內盤的實相 皆空不可得 離開煩惱也沒有內盤 那不住煩惱不樂生死 所以生死煩惱不餓不依不易 那看到第十一個 又能夠看到一切法的實相 一切法皆空不可得 就像現在在看電視 你這樣在看電視的時候 你會看到電視機裡面的大司法師 這樣的一個說法 他只是一個電視機裡面的節目 這樣表現出來 裡面沒有個大司法師 他的實相裡面 事實上是沒有一個像可得的 這樣你就看到他空相無相 那在空相無相當中 他又產生一種叫化的作用 那對於能夠成就這個教化作用的菩薩們 我們應該感恩他們 重點何而的菩薩我們都應該感恩 因為他讓我們能夠離開煩惱痛苦 讓我們能夠增長斷煩惱智慧 讓我們能夠成就菩薩行者的功德 我們一方面又感恩 一方面我們又不會貪惱愛灼 這個是很舒適 超過我們一般有時候我們的想像 在這個地方 再來我們又可以從其他地方觀 每一個法它都是只有一個 都是一 為什麼 像你現在所看到的電視 是不是在你的心中陷起一個 你的心中陷起一個法 那這個法就是一個像存在 在心中有一個像 對不對 一法一像 有沒有說心中這一心裡面陷起了兩個像 沒有 那這個像也不能同時轉變成兩個像 所以是不是一像自門 牛也有牛像 蠻有馬像 電視有電視像 杯子有杯子像 桌子有桌子像 這個 所以你能不能看到這一切法有一像自門 男人有男人像 女人有女人像 好 好 那 從 六根裡面 眼有見像 耳有蚊像 鼻有秀像 蛇有腸胃像 身有觸像 意有知像 那六四有個別了別像 對不對 感受 有琳娜 一些感覺的像 琳娜苦的境界 快樂境界 不苦不樂境界 各有不同的 唯一個別的像 這叫自像 好 好 那在這個地方 又能夠看到 一切法各有它不同的無量像 好 那就像說 對外面的人來講 我們以家裡面來講 這個門外 它叫做外 這裡面叫做內 那我們通常的習慣裡面認為內就是內 但是對外面的人來講 他自己本身認為他是內 他講這邊是外 因為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音源來說 所以 沒有內沒有外 這是實相說 說這是內 站在我的意義上 這是內 這是一項 站在多方面的角度來講 這個 對這邊來講是內 對外面來講 它又是已經是外 對他來講這個是外 所以 這邊 就多方面來講 是內又是外 所以 有量法了 對於這個地方 對於左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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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右邊 對於另外右邊的人 這個叫做左邊 但是對於左右的人 這個叫做中間 所以它是左還是右還是中 實相來講 它是非左、非右、非中 對於這個來講 它是一個 就是這一個 但是對於左右來講 它是中 對於右 它是左 對於左它是右 所以 它在音源之下 又是左、又是右、又是中 所以是不是有無量相自滿 到右邊邊的 會不會 就好嘲Ps 對於右邊的人